然後還有這個419 就是說昨天為了紀念419 我們也是在墨爾本的報紙上 又發了一篇文章 滅共的文章 第一個是紀念419 第二個我們也是表明 要堅定地滅共 把齊哥告訴世界這些真相 我們繼續向澳洲 當地的所有人傳遞 因為澳洲它也是 英美法系的這些國家 你在澳洲傳播這些真相 這些東西也會傳到英國 美國 很多這些西方這些國家去 我覺得是非常有這個影響力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419這一天就昨天 對吧 也發生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什麼呢 中國的這個警車突現墨爾本 它這個警車上面 都貼了警車的這個灰標 在墨爾本出現了 然後就是說從去年到今年 一直就有新聞在報導 在SBS ABC一直在報導什麼呢 就說這個中國好像是有兩個 這種警局什麼的 在澳大利亞的行動 這個現在當然也沒有證實 只是說新聞這樣報導 那我覺得很多東西 它並不是那麼空血來風的 對吧 所以說呢 在紐約被抓的那兩個人 這就孤獨為奇了嘛 就中共它是在世界各個國家 範圍的執法 你不要覺得好像 你有本事 對吧 你移民到了澳大利亞了 你到了加拿大了 到了美國了 你就不受中共管轄了 不是的 對吧 它還會跑到你的國家來 非法執法 這個非常的可怕